1959年,28岁的高苍剑和相恋已久的江丽智慧美步入了婚姻殿堂 两人婚后,一度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成为众人眼中的神仙眷侣 但之后,高苍剑事业遭遇平静,怀孕的江丽智慧美也因病流产,并且不能再生育 双重打击之下,夫妻二人的感情出现间隙 1971年,两人选择结束12年的婚姻生活 离婚后,高苍剑埋头于电影事业,塑造了一个个经典萤幕形象 而江丽智慧美却一蹶不振,终日郁郁寡欢,并且养成了酗酒的习惯 1982年,45岁的她被发现死在家中 生命的最后一刻,只有爱犬陪在身边 江丽智慧美葬礼当天是高苍剑的生日,也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 但高苍剑并未出席葬礼,外界一度斥责她为薄情寡义之人 一直后,高苍剑独自一人却看望了前妻 她逐离在一向前,一言不发地凝望了许久,才离开 自此,高苍剑终生未去,直到2014年去世 在高苍剑去世前两年,由她主演的最后一部电影上映 讲述了一位65岁的老人,驾驶着自制的房车 穿越了1000多公里,去往王妻的家乡,帮她完成最后遗愿的故事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这部电影,名字叫做《只亲爱的你》 苍叔是一所监狱的教官,她和妻子相识于15年前 那时的她已经人过中年,早已做好了孤独终老的准备 直到遇见来监狱慰问演出的妻子 50岁那年,她和妻子结婚,两人平淡而温馨地共同生活了15年 不幸的是,前不久妻子因淋巴癌去世 再次留藏书,独身一人活在世上 丧气的悲痛总让她时常想起与妻子相守的时光 回忆越美好,越映尘出她此刻的孤独 不久后,她收到了妻子生前留下的两封信件 一封信上写着 致亲爱的你,请把我的骨灰撒向家乡的大海 而另一封信,妻子交代要到长期的邮局去领取 藏书为这样的安排感到疑惑 但她想起曾与生前的妻子约好 一起驾驶房车长途旅行 于是便决定辞去工作 独自一人驾车,行驶一千多公里 去往妻子的家乡 探寻藏在妻子心中的真实想法 也为她完成最后的遗愿 她将自己亲手制作的家具安装在车上 这本是她为自己和妻子两个人打造的 可惜现在,只剩下妻子的骨灰 陪她踏上这段旅程了 简单的筹备后 藏书开始了漫长的行路 在一处汽车营地,她遇到了第一个旅呗 一位与自己年龄相仿的老人 想象,他们对坐聊天 老人说自己是一名语文老师 本打算在退休后和妻子一起周游日本 但妻子却比她先走一步 他们又没有孩子 现在只能自己一个人开着房车四处游荡了 她告诉藏书 旅行和流浪的区别就是 旅行总有一个可以回去的地方 第二天藏书醒来时 老人已经悄无声息地离开 她给藏书留下了一本书 是日本著名流浪世人 种田山头活血的排剧集 藏木塔 带着这本书,藏书再次上路 行之半程,天下起雨来 她来到一处停车场休息 正在车上看书时 一位小伙子敲车窗请求她帮忙 两人在雨中折腾了半天 小伙子的车子依然没有启动 藏书决定送她一程 在车上,小伙子说她叫田工 是北海道一家海鲜店的销售经理 经常全日本各处跑 见识过很多人 她一眼就能看出 藏书是愿意帮她的人 藏书回头看到田工得意的笑容 才发现自己一早就被盯上了 来到北海道 她在田工的商店帮了一天忙 晚上,田工请她去夜市喝酒 同行的还有田工的同事,天野 他们聊起彼此的事 得知藏书这次的目的地 是一个名叫伯乡的港口小城时 天野的表情有一丝亚异 这座小城似乎与她有着某种关系 但她并未向藏书表露 第二天,藏书又在店里忙碌了一天 离开时,田工要给她支付工资 但她婉拒了,告别了田工 她独自一人来到妻子曾开演唱会的山上 那时,她专程赶了很远的路来到这里 只为听妻子唱那首家乡的民谣 而如今,雾地重游,已物是人非 她只能一个人想象着妻子演唱的样子 黯然神伤 就这样,藏书回想着过去的点点滴滴 一路沿着海岸线向妻子的家乡开去 在一次停车间隙 她又遇到了那位送她书的语文老师 他们再次如老友般攀谈 当藏书提起上次她说的 关于流浪和旅行的区别时 对面的老人却调侃地说道 是吗,我还说过这么矫情的话 然后又感慨说 我们都是只身一人 能回去的地方,从现在开始整活就好了 留下来的人,必须继续活下去呀 此时,一辆警车向他们开来 老人被警察以涉嫌入车刑切的名义逮捕 临走前,他回过头微笑着对藏书说道 在流浪的途中,我陷入了迷途 警局里,警察告诉藏书说 这位老人可是一位了不得的人物 他一边周游全国 一边在各个落脚处反复入车刑切 藏书听后有些惊讶 毕竟他们有过真诚的交谈 老人也没有偷他任何的东西 还在词别时送了他那本诗集 或许世界原本就是这样 没有什么事是非黑即白的 也没有什么人是纯粹的坏人 他是一个窃贼 但同时也是一个失去妻子后 独自旅行的老人 坐在海边的藏书正想着这些 突然接到了天公打来的电话 他和天爷正在此地出差 邀请藏书去他们居住的旅馆过夜 三人又一次坐在一起喝酒聊天 九国三巡后 天公有些醉了 趁着酒意 他向藏书诉说起自己内心隐藏的谱闷 妻子出轨 他不知该如何面对 所以才会选择四处出差 拼命地工作 但每当夜晚回到空荡荡的商务旅馆时 他都不知该如何自处 藏书不知道该怎样安慰眼前的年轻人 他只是说 我的妻子去世了 一言中 他要把骨灰砸在故乡的大海 明天是去邮局拿他留给我的信的最后期限 所以 至少今晚 我可以陪你喝个痛快 回到旅馆后 天爷敲响了藏书的门 他在纸上写了一个地址 说到了博厂后 如果找不到出海的船 可以去问地址上的人 藏书问他去过那里吗 天爷只是说 以前去钓过鱼 受到过这个人的照顾 听到这么回答 他便也没再追问下去 第二天 藏书去车去网游局 终于领到妻子留下的第二封信 而新封中 却只有一张明信片 上面有一座灯塔 一只飞翔的鸟 和一句 永别了 看到这些 他倍感失落 不明白妻子 为什么只留给了他三个字 来到博厂时 突然刮起了台风 所有的船家都不愿出海 藏书只能在路边的小店中 暂比风雨 这是一家 有母女二人 共同经营着的小店 藏书拿出天爷写的字条 问去女孩 认不认识地址上的人 却意外发现 这是女孩未婚夫的爷爷 而当女孩母亲 看到字条上的笔记时 显露出一副 欲言又止的样子 第二天 在女孩未婚夫的带领下 藏书却见了老人 但老人拒绝了他出海的请求 并说他心中仍留有疑惑 藏书只能回到车里 在暴风雨中 看着妻子的骨盔发呆 此时 女孩敲响了车窗 让他去店里过夜 风雨太大 女孩怕他留在这里会有危险 在店里 老板娘和藏书聊起往事 她说自己的丈夫 在七年前的一个台风天 出海捕鱼 结果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 因为是海难事故 连遗体都没找到 然后他假装无意地询问起 藏书和写那张字条的人 是什么关系 藏书回答说 只是旅途中认识的一个人 老板娘便也没有接着追问 藏书也将自己的疑惑 说给了老板娘听 他这一路上一直想不明白 妻子为什么不在生前 和他说清楚 而是选择留下这样两封信 在妻子心中 他到底算什么呢 老板娘告诉藏书说 就算是夫妻 也不可能知道对方的一切 你又何必去纠结 他没告诉你的原因呢 你愿意为了他的遗愿来到这里 不就足够了吗 第二天天空放晴 藏书漫步于小城中 在一处老照相馆的橱窗内 看到了妻子少女时期的照片 他已离开小城多年 但这里还是处处都有他生活过的痕迹 藏书好像突然懂得了 妻子这样安排的用意 这座小城对于妻子来说 就是那个可以回去的地方 而他之所以让藏书一路跋涉 来这里为自己送别 就是希望他能把这场告别 亮作自己新生活的起点 逝者已逝 留下来的人还要继续活下去 困扰藏书一路的疑惑被解开 他把妻子留下的两封信抛入海中 终于可以坦然面对这场离别 出海前老板娘找到藏书 把女儿穿婚纱的照片交给了他 希望他能将照片一同扔入海中 让自己葬身大海的丈夫 看看女儿现在的样子 藏书终于在一个风平浪静的清晨出了海 将自己气死的骨灰 郑重地洒入大海之中 骨灰慢慢沉入海底 灿若星辰 此时的海面上朝阳出盛 告别之后 藏书也要开始寻找自己新的生活了 但在此之前 还有一件事要他去做 他驱车再次来到北海道 将老板娘让他丢入海中的照片 交给了天爷 天爷久久凝望着 照片中穿着婚纱的女孩 说出了自己内心深藏着的秘密 他出生成长于博乡 在那里娶妻生女 但年轻时的自己 不满足于终日打鱼为生的生活 总想要上岸干一番事业 在七年前的那个台风天 船只被撞毁 他借海难之名 抛下了妻女 以天爷的身份 重新在这世上生活 现在想来 这是一个让自己后悔终生的决定 听完天爷的话 藏书平静地说道 我以前做预警时 把犯人接他人向外传递新西的行为 叫做飞鸽传书 今天 我也当了一回信鸽 说完 他向天爷告别 转身走入人海之中 这段旅途的终点 是他新生活的起点 接下来 漫漫人生路 他又带着妻子的愿望 独自一人去走完 我是藤井叔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会持续分享 关于日影的一切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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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